大家好,今天我們的主持Jerry會帶大家去珠海看一些美的東西 就是正方南灣首府,而且是看別墅 雖然時至今日,現時在內地這邊,就算是中山珠海的別墅都比以前貴了很多 即是說幾十萬,一百萬買到別墅的年代就已經過去了 即使是這樣,仍然還有很多港人是希望在內地這邊購買別墅的 我們久不久就會收到一些相關的查詢 偶然也有香港的客戶是購買了內地這邊的別墅 當然如果要購買別墅的話,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很多時現時的別墅是未必有裝修 所以買家們就需要考慮做裝修的部分 這一筆的費用也不少 當然了,無碑交付,等業主自己的裝修 另外一個好處就是 業主想造成內部的格局是怎樣 怎樣的風格全部都是由自己決定 這次介紹的正方南灣首府 這個項目就位處於珠海的核心地段 所以你千萬不要預期 價錢跟中山偏遠的別墅產品 會相近 肯定會是相對高端一點,價錢也會高一點 但是如果你要買優質的東西 感覺上就是叫做 買到就已經是賺到的那種產品的話 希缺性來說 這個項目絕對是有的 現在我們就馬上交給Jerry 帶我們進去看看 正方南灣首府的 別墅產品到底是怎樣 就這樣吧 趁著這個開關的日子 你又會不會上灣區這一邊看靚樓呢 自家兄弟提供VIP看樓安排 你想到想在哪裡看樓和買樓 想自家兄弟幫你研究 一樣可以找我們 還會和你分析樓盤優缺點 看看是不是 切合你的需要 跟自家兄弟在灣區置業 還有無償售後服務 跟到尾 快點來我們展銷廳了解一下 追求美好生活 灣區首算自家兄弟 大家好 今天腳步再次來到珠海南灣片區 看看 由正方集團開發的南灣首府 今期我們 之前有曾經看過他的私樓 今期我們看看他的 碟稅產品 現在碟稅大概便宜 有八百多萬一套的上碟 下碟的話大概就千多萬 可以有交易 我們現在就在他 售樓署的大門 售樓署的大門 現在有看到 正方其實是珠海的國企 和付雅座有很多樓宇和政府的項目 今次這個 正方的門口 這個宮巴站 大家看到嗎? 宮巴站的艇是在做的 正方一直努力的產品是以中式為主 包括大家看到大門也是中式為主 這個艇將會被譽為珠海最美的宮巴車站 現在可以說到正方的實力在這裏 可以影響到自己的宮巴車站這個位置 得到政府的達力之中 OK 事不宜遲了 我們進去了解一下 碟稅產品是怎樣 和去看一看試看單位 是 可以看回我們的 正方南湯秀府碟稅 幫我們靠近解釋一下 有幾點想了解的就是 我們的碟稅現在在賣哪幾座 它的面積分佈是怎樣的 我們這邊的話 碟稅主要是在我們最入面的 環境都是比較安靜一點的 一期的話總共是7棟 我們是分為上碟和下碟的 如果下碟的話 建築面積的話是1887方的 地下室有地下室 和12樓的話是屬於下碟的 1887方但其實用起來的話 基本上都是超過大概700方 700多方 如果你說 因為我們是有樣板房 樣板房那一套的話 就是在這個位置 其實花園相對來說是比較小一點的 其他的話 比如是這些花園 是會更加大 可能會去到800多方 900方 上碟的話 主要是345樓 5樓是一個露台來的 上碟的建築面積就是1887方 用起來大概是600多方 那麽長一下 中個露台 都有地下室 上碟也是有地下室 只不過上碟的地下室 沒有下碟那麼大 無坯 都是無坯交流的 價格的話 就是上碟的話 就是950萬到1100萬一套 如果下碟的話 就是1100到1300 我想請教一下 它的車位方面 會怎樣 碟水的車位 碟水的話 我們是每一夥都會贈重兩個停車位 使用權 40年的使用權 它那個碟水的車位和高層的住宅是會分開還是共有一個停車場 會分開的 因為我們碟水是浪高了6米用來做地下室的 我們碟水的地下室的話就相當於在這裏的1、2樓 我們這條路線是 譬如外面的珠海大道 然後繞著這條路 在這裏 在這裏進來 在這裏進來 是的 其實我們停車場是有三個出入口的 是 這裏是一個車行和人行的出入口 在這裏是有一個車行的出入口的 而二旗的這裏都會有一個車行的出入口的 你說這個高層 進來之後會再轉入我們碟水的車庫 就是這樣再轉入這裏 是這裏是有碟水的 是的 整個屋苑的地下車庫其實是 只是碟水的話 是進來之後再有一個碟水區的停車位 因為碟水的話 我們在地下式停車後 會直接有個門口回到我們自己的家 OK 明白了 大致上多了解 管理費會怎樣 碟水的話是分開管理的6元一個方 6元一個方 交流時間是 整個一期的屋苑交流時間都是一樣 我們主體的話基本上都已經是起好了 即是2025年 明年的8月 2025年的8月 OK好 大家上來吧 現在我的鼠標所在位置就是我們屋苑的所在位置 我們樓盤所在位置是位於珠海的南灣片區 南灣片區在珠海人眼中都是一個豪宅片區 而我們這個位置是背靠著黑白面張君山和南平水庫 看到我們這座山的背面這個位置的話就叫做橫琴 基本上橫琴大家都會知道的了 它的樓價是比較貴的 基本上是五六萬元一個方 目前我們樓盤的話去橫琴的話是要穿過我們門口的這條珠海大道 南灣不路經過灣仔再上那個橫琴大橋去到橫琴 但是以後我們家裏西面的話 這裏是有一條黑白面張君山隧道的 這條隧道的話已經是全面滑通了的了 接下來的話出現通車之後的話 我們屋苑去橫琴大概是五到八分鐘而已 時間是截散了一大半 而我們目前的樓價大概是三萬多元 是比較划算的 如果香港過來的話 這裏就是港珠澳大橋口岸 其實在港珠澳大橋口岸出來來到我們屋苑的話 是全程12分鐘左右 是沒有紅燈的 所以時間都是比較快 而這個位置就是澳門島 我們樓盤去澳門的話 經過港北關口岸去澳門的話 大概都是10分鐘左右就可以到的 港北關那裏是有幾個口岸的 是 這裏就是港珠澳大橋 OK 有幾個想請教 我們現在看到 我們鏡頭過去珠海大道黃色的樓盤 樓盤的左邊就是珠海的香州區 是的 新老香州就在這邊 新老香州就在這邊 其實如果是由我們香州 平時走這個珠海大道回來 要回到我們南灣首府 其實要做個U-tone 是的 目前的話 現在我們來 我們回來我們家的話 去我們家的話 要在這個位置掉頭 但是其實以後 隨著這條黑白面 將軍山隧道通車之後 我們門口西面 是有一條立交橋 這條立交橋的話 中鐵十二局已經是中了標的了 還有它接下來的話 它的施工材料 已經是在這裡入場了 政府 政府網上說的話 明年就會起好通車的了 到時通車之後 在這個位置 就可以掉頭回來的了 即是市區廣州澳大橋口岸的方向回來的話 在這裡就可以掉頭 就節省了 接近六公里的一個距離 OK 還有我們 樓盤最近的這個醫療 和商業會在哪個位置 OK 我一樣一樣講 教育配套 所以不需要大概 不用 OK 說商業 商業的話 我們屋苑是自帶在5000平方米的輪女中心 剛才說到的 即是以後買菜吃飯在這裡就可以解決 如果是越去更大的商場行街的話 就在這裡 我們冬眠1.5公里範圍內 就會有一個華法商都 華法商都的話 它是珠海最大的商業中心 總的見面是有18萬平方米的 接著在華法商都附近的話 斜對面 就有個海印有一成 和澳門來來集團都在建一個coco city 這些商業的話都算是比較大的商業 即是以後逛街吃飯 是賀魂樂 其實周邊是比較完善的 醫療配套其實都要著重和你們講一講 我們項目西面的話 這個位置就是珠海市負有保健院 都是我們正方建的 保健院附近的話 就會有珠海市第三人民醫院 而我們項目去這兩間醫院的話 以後就經過我們屋苑 出來這個窗口出來的話 這裡是有條橫山路過去的 五分鐘就可以到這兩間三甲醫院 如果是頭昏升 申請這些細的問題的話 在我們樓盤隔離這裡 大概是六七百米 就會有鄉州區的第二人民醫院 即是細問題 頭昏申請在這裡就可以解決了 還有其他問題 OK 大致上了解 謝謝 現在你看一看它的下疊產品 這隻是一隻187坪建築面積 即是樓泰寫入面積的一個 下疊產品 整個空間報告是怎樣呢 一二樓是自己的 再加多個有地下的停止場 還有地下室 這個是我們正式入門的位置 入門之後 整個花園 全部都是一個 層面積那麼大 它大概是250坪到350坪的花園 而且花園大了 有我們後門的這個位置 非常之大的這個花園 第二次就是草坪 這些如果要做成這麼小樓流水 這些就要自己去做 據問它這裏的 這裏的裝修 這裏的容量是500多萬 進來 一樓的空間佈局設計 是做了我們的餐客廳 那邊是飯廳 客廳 跟著兼且 還有廚房 我們過來廚房位置看看 這個廚房其實都 OK 非常之大 非常之大 好 再過來這邊 看看 還有就是它未來 中間是 中空了 無批膠樓的時候 中間是中空的 所以這個樓板 需要我們自己 搭建了出來 搭建了出來之後 示範單位的空間報告是 一樓餐客廳廚房 加上一間套房 二樓再有 兩間套房 是這樣的一個 空間報告設計 OK 看看一樓的這間房間 這裡是一個門 門旁邊 這是我們的衛生間 又廁所再走出來 這個就是我們 做一間房間 這間房的六呎大床 放進位置都非常足夠 看看夠不夠六呎 一米八三 有啊 一米八三 夠位的 這個不是很多示範單位 做的縮水版 再走出來 這裡 是通回到我們 外面的花園 後面的位置 這個是和那邊接在一起 和我們的花園 OK 再過去其他位置看看 這個就是一樓 不如我們上去第二層看看 好現在上去第二層 和大家糾正一點 就是剛才說到 二樓是兩間套房 其實不是三間套房 OK 這個就是原來的電梯位 電梯呢 要自己安裝 出回來呢 這一個平台位是有的 但是由這場開始 後面的 整層呢 就是剛才介紹到 一樓的一個中空位 房間也需要自己搭出來 如果 不搭的話 它本身的靜高 是有去到六米八 搭過之後 一樓 一樓是我們的 三米六 二樓是三米二 所以它樓底是非常之高的 先看看 其中一間房 這間房入門 大約有一個大的衣帽位 再兼且在旁邊 這個 衛生間真是大刀 這間房間也會在一起 買一買多幾個浴缸都沒問題 再過來休息位 休息位這裡就是剛才有介紹過的 整層的中空位置 它這個露台本身是有的 出來露台看看 大橫 大橫 聽色的露台 這個露台也跟 待會我們買了 第一間房間會連在一起 這裡可以看回小區自己的圓形 OK 回來裡面 回來裡面 然後去旁邊的房間 出去看看 鏡頭轉出去 到我們的電梯位 電梯位一直走 去到前面 可以看到其他兩間房間 先看看右手邊 右手邊這間 就是剛才有介紹到 和露台聯繫 第一間看的那個 這個也是 一樓那層 鋪平了下面這一層 所以是全面正中的面積 OK 自己鋪 帶了一個套匙 都不是暗匙 有窗 這個做得 設計非常到位 比較難得 每一間房間都有 是名刺 再來看看 這間房 也有套匙 OK 再看看休息位 這裡每一間房間都非常之大 做得非常之不錯 好 我們再落到地下室地爐的層 我們現在來到它下跌的地爐這個位 它是 做了夾層的 無窗壁交收標準 這個夾層也是有的 電腦就要自己裝 所以在這個時候 可以設計的程序 就是夾層停一停 最下面一層停一停 負一和負二的設計 回來的夾層 走過了這個夾層 我們去欣賞一下它的空間 當然這個夾層 欣賞自己去怎樣做 就是自己的事 亦都可以選擇 把全部 撐平出去 都沒問題 做多一層出來 就不做半個夾層 似乎自己回去選擇 我們由 二樓這裏 不是 由這個夾層往回 去的都非常好 闊塞 最下面的層 落去最下面的層 來到最下面的層 哇 這一層可以 做完整個招待會所 大家看看這一種設計 這裏的設計 將它的裝修空格 呈現了一種中式 而且樓底非常之高 這裏上邊 就有採光井 可以增加 整個地下室的採光 採光井上邊的玻璃 都是幫我們做好賣的 這裏有我們洗手台的位 這個整個碟碎的排污 各方面 都是 預留好位置 給我們的 OK 我們一再走 看看 這裏呢 就會是 我們走出來 這個門是有的 這個門走出來 就會是我們車位的位置 發展商聲稱是贈送了兩個車位的使用權 實際上大家可以用眼看見 其實這裏拍三輛車都沒有問題 都沒有問題的 這裏就是空的 還有其他碟碎的車位 由這裏可以 出回去整層的車位 OK 這個呢 就是我們 它這個下碟的產品 大概 售價的話 大概是1100到1300萬左右 現在看看正方南灣壽虎的 它的上碟產品 是整棟的 它是屬於三四五層的 這個是入門的大門位 過到來 這裡是我們的 功用空間 這裡它是預留了一個 電梯位的 這個是地面一層 所以我們回家 基本上要搭電梯 這個電梯就是屬於我們 電梯位自己的 自己去安裝 我們現在上去上面 三層 即是碟碎裡面正式的空間 看一看 好啦那我們來到三樓 即是 正式碟碎的 裡面那層 OK 打開門 這個入到裡面 就是我們家的空間 先經歷了一個 圓關位 圓關位呢 這裡有一個 收納位的 我們叫這個收納位 入戶圓關 我們通常稱之為 八百櫃 八百櫃 即是 大概是80公分左右的 一個 收納位櫃 內地叫八百櫃 很多是圓關位置 如果見到這種類型的櫃 大家可以稱之為八百櫃 來到三樓 即是 碟碎的 第一層的空間 它是 做了一個 我們叫橫廳形式的設計 在裡面 這裡是帶了一個大櫃 未來全部都是 毛坯的 裝修要靠我們自己去搞定 出來看看 好厚身的托門 出來 這個是一個非常之美的 懷大橫廳露台 好厚身的 下面可以看著 下碟的一個 平原 回來裡面 那邊是我們的廚房位 當然廚房也要自己去做 這個廚房也是夠大的 可以做到一個中西廚都沒問題 再過來 這裡大約有一間套房 這個可以作為我們的衛生間位置 衛生間也是有廁所 暗廁 再過來這裡是其中一間房間 這間房可以作為長者房 或者是有朋友過來 做客房都沒問題 這間房間是帶了一個小的老婆 好 OK 這個就是我們 三樓的這個空間 這裡建築面貼大概是173平左右 它實用是去到500到600平 上率是比較高的 Total的銀碼大概就去到 900幾到1000多萬左右 我們再上一層 在上面看 第四樓 我們現在來到四樓 這就是屬於上碟的第二層 OK 好 其實大家要留意 這個是樓梯位 而 這裡 有一個公用位 公用位 這裡示範單位 是做了某種改動的 因為原本 這裡預留有一個升降機位 可以在這裡 然後走出來 再進入到家裡的空間 現在示範單位 是把升降機直接 通到第五層 第五層走回來 這裡就做了一個公用位 我們出來看看 這裡 還有一個客廁 客廁旁 是我們的房間 房間外面也帶了一個小的生活露台 大家出來欣賞一下 這個露台其實挺寬新的 好,再翻進來 我們先翻進來 看一看鏡頭右邊 再有一間房間 這間房間也是非常之大 還有這個露台 跟剛才那間房 是 連在一起的 會有感覺 會有感覺 這間房間 跟很多主人房 就是套房 大小是有得一比的 其實可以建議 我們在這裡做一棟牆 然後這裡 做到一個門 這樣可以增加這間房間的人私 也是足夠位 OK 再來到這裡 這間房間 也是帶了有我們的 衣帽間 這個做衣帽間 再在裡面 就是我們 這個非常之大的 一個洗澡位 洗手盆碳的這個位置 這裡做了一個四段式 一個分開設計 非常之大 這裡外面也帶了一個小的生活露台 看一看露台 基本上每一間房間都是有露台可以用得到的 OK 放進去 我們現在 走上去第五層 去欣賞一下 現在跟著鏡頭來 我們走樓梯 上去第五層 只能說一說 樓梯第四都不是這樣的 它是水泥石屎的 只要是單位 把水泥石屎拼了 就變成了這種 這樣的 設計的樓梯 第五層 最高這一層 就是 帶了一個 大露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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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無機設計的 這個露台說 拿來煮東西吃的 非常之美 這個轉彎位還是來的 這裡放一個 大的儲水池 OK 回來 剛才我介紹到 電梯位 就是在這裡上的 它是設計的 所以它上到最頂層 這個 一出來 就是我們的 有一個 衛生間位 好 我們再落到 它的 震送車位 地下那一層 去畫畫 現在是在上葉的 我們的地下 地下室這一層 這部電梯是可以上去的 電梯就要自己裝 它整層 其實本身是一個 半中空式的設計 在我們現在 過來的這個位 這個甲層 它其實也本身是有的 大概就是整層 鋪了一半左右 然後有個樓梯 可以上到上面的甲上 但其他這一方面 全部都是中空位 未必要自己去裝修 亦都在地下室 預留了一個 衛生間的位置 大家留意一下 衛生間 它是暗翅 這樣眨眼看來 這個位置 大概樓底應該都去到5米8左右 不如我們上去上去甲層 感受一下 可以簡單 上來甲層 甲層這個位置 可以參加 這樣擺放一些健身器械 或者做回一間瑜伽房 整層的地下室 基本上用來作為一個 雷匯所設的設計 好 OK 下回來 這個中空位 這個燈都沒有位置 要自己去做 再回來 另一頭 另一頭這個門 通出去就是 贈送的車位的位置 這裏有一個過渡位 過渡位出來的就是贈送的車位的位置 這個門和這個牆都是搞修的 一出來之後就是贈送的車位 通常來說這個車位大概是兩個左右 就跟上樓70年的一個使用權 另外兩邊就是其他一些 葉稅的車位位置 好 我們再去其他層數看看 最後我們讓大家看看它的功用部分的設施和環境 大家看到這個千萬不要以為是泳池 這個是一個水景的 圓林佈局 旁邊這個室內的 才是正式的業主泳池 所以來到最後 我們就把畫面交給我們攝影師 帶大家了解一下整個項目裏面 這些這麼漂亮的環境 已經建成了 若然你真的看完這條影片 對這些這麼高端的產品是感興趣的 歡迎聯絡我們 拿多些資料 或者直接跟我們去到現場實地考察 我是自家兄弟一湯 大家可以跟著攝影師的部份 看整個項目其他的功用部份 來完成這條影片 我會聽到結 Th então 我關門用心在前面 給我一份叫他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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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